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神 歡迎回到這次Skyblog影片 話說上一條影片很多觀眾都有很多訴求 要告訴我我要怎樣做怎樣做 不要緊 我會聽你們的訴求 所以這次Skyblog影片是一個小小的更新影片 希望大家細心欣賞啦 看片啦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佳神 歡迎回到下半部分的Skyblog 上一集沒看的話就可以看右上角的IG 上一集我就可以很成功地合到我手上這把G人見啦 今天就是相隔了差不多一個月之後的下半部分 首先看一下右手邊和我後面就是我女朋友 好成功地可以在一個Skyblog上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和我女朋友一起玩的 今天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怎樣可以在中界秒殺這個萬三血的Anderman 不過我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新手教學 是給新手看的 所以高手專業的神手 不要說我慢啊 不要說我廢啊 對呀 對不起啊 我玩得慢啊 原諒我啦 那有人會問這個中界的甲怎樣去打回來呢 那我很簡單來說 這個中界的甲就是你要去這個中界打這個Anderman 那越高血量的Anderman 就越高機會率會跌的 那就是4000血其實都會跌的 不過呢 機率就會低一點 那萬三血就一定是最高的啦 那今天呢 我呢就是準備了6本的Hot Potato Book 那這個辣手薯仔書 那這個辣手薯仔書怎麼合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ollection的薯仔 所以呢 要一個附魔焗薯仔 那再加三張紙就可以變成這個辣手薯仔書了 那有什麼用呢 它就是可以幫我們的武器呢 推高更高一層次了 我們用法就是合下去啦 是 你看見到嗎 那括弧是加了2的 那就是它額外再加多2弓 再額外加多2個的Strength 那所以呢 是非常之有用的 我們可以繼續壓下去 好啦 那至於為什麼呢 我要留下三本辣手薯仔書呢 就是因為呢 多數打龍啦 打Boss呢 我們都是會用到弓的 那弓呢 是比劍是重要一點的 那既然我們能夠秒殺Element的時候呢 弓呢 就是可以增強到我們的力量去打Boss的 那暫時我有六本 那就分開三本三本啦 那所以呢 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的力量可以再 更上一層樓啦 這個非常好 那第二樣東西啦 我要合呢 就是話說呢 我就終於搞定了這個叫做 Potion Artifact 那它就是說呢 可以把這個藥水的效果呢 提升50% 那把這個Potion Wing呢 丟到中間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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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配件箱裡面呢 我們可以呢 使我們的攻擊力大增呢 就是靠這些 那便 Itch 啊 Selos 啊 那為什麼我會附Selos呢 那原因是因為我想將我的 暴擊率呢 堅硬推到100% 那剛剛呢 我們合了這個artifact呢 我們是時候合上一個低級版的 為什麼要合上一個低級版呢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重複地使用一個低級的道具 像現在這樣 我就可以合上綠色的ring 這個綠色的ring 我也可以搭上去 不過效果只會吃了50% 但上面的效果是會照相留的 所以我們可以靠這個東西 去令我們的攻擊力提升 我們的配件就完成了 我們是時候找Blacksmith 略幫我們做一個更好的東西 藍色我通常見外國人都是負這個itch 一定沒有死的 跟大家說 itch一定是對的 綠色我通常推薦這個celos 因為它又加暴擊機率 又加暴擊傷害 再加這個strength 其實都賺的 去到白色 白色我基本上建議是隨便可以 隨便可以出到Godly 白色就隨便 因為白色是怎樣都會廢 只不過是咬個位置 全部推上去之後 基本上我的威力就大增 去到最後一步驟就是弄藥水 藥水是非常簡單的 第一件事我們要弄就是力量藥水 力量藥水我自己推薦是弄第四 原因是再上去是很不值 也是很浪費材料 因為第四我們要做 我們是需要先做第三個藥水 我們需要這個最基礎的藥水 再加上這個附魔裂炎粉 就變成第三級 升上第四級我們只需要一個很普通的螢光粉 就可以變成第四級 第二支就是我們的暴擊藥水 我也推薦是合第三的 因為第四是很不值 也是很浪費材料 第三很簡單的 我們只需要一個銳石 再加多個附魔的螢光粉 就變成這個三級的暴擊藥水 先做藥水 搖身一邊 我們來到這個中介 是時候我們要測試一下 我們的藥水會有什麼效果 在我還沒喝藥水之前 我整套的中介甲 可以提供到86 暴擊機率和293的傷害 我們先喝了暴擊傷害水 和這個力量藥水 一次過停下來 按TETA的時間 27分鐘 我真的半個小時 站在中間 我還是不走 OK 好 那我們爭回這個劍 大家看一下 100%的暴擊機率 和這個323的傷害 其實這個傷害是低一點 我可以再拆更厲害 我們先看一下傷害 17000 不要開玩笑 我直接跳下去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可以跳下去 是有什麼好玩 17000傷害 真的不要開玩笑 下去拆眼 嘩那麼容易 對於我來說 我剛剛拿到這個豬人劍 是可以做這些 終極戰能 17000 17000 你真是 雖然我沒辦法 跟龍劍的人一起去 做到二萬傷 但是17000已經夠我玩 我覺得我已經很足夠 你不要再打我了 我真的有什麼 嘩呀 Obsidem Defender 是一個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 好了 100%的暴擊機率 其實我是可以 透過打Anderman去回血 所以其實我是不擔心會死 因為我不擔心 我暴擊不到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 任意剪個任何的Anderman 哈哈 17000傷 食屎Anderman 非常簡單 這個遊戲真的太簡單了 哈哈 太容易玩了 這些中介的怪 全部被我一刀秒殺 除了龍之外 嘩好簡單 好簡單 不過呢 暫時我是最高做到17000傷害 其實我有很多的配件 可以再增加我們的 你怎麼打我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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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呢 如果你打BOSS 我覺得都是 看一把弓 而不是看一把劍的 那其實非常之好 對於我來說 可以一下秒殺那些Anderman 慢慢去拆Ander Pearl 是不是開心呢 那打完那些Anderman 我通常是有一個 特別的賺錢方法 其實都不是賺錢的 只不過叫做 賺一點點雞碎錢呢 就是呢 我會將那些Ander Pearl 不會扔的 我會合起來一起 那其實一套的附魔Ander Pearl 是可以賣到三千二 那基本上我下去一轉呢 其實呢 是可以大概拿到 萬多元啦 最盡呢 其實我是可以試過 半個小時裡面 打到大約 百萬左右 那基本上是一個 慢慢的賺錢方法 都是一個很好推薦給大家玩的東西 好啦 所以呢 我現在在這個中介裡面 是可以打到 萬八血左右 我當是 基本上是 什麼怪都打 殺死的啦 其實真的 不怕的啦 OK的啦 這個中介 那我可以慢慢去進化的 看來呢 這波士呢 就止入海袋了 基本上是被我秒緊的啦 都不是秒緊的 我可以做一個 戰人一派 我可以搶人的Anderman 那非常好 那大家呢 可以努力地去打這些Anderman 去拆這個Ander 裝啦 那其實都不難拆的 那那那些Anderman 怎麼抹大嘴呢 好啦 那我今次這個 豬人劍的下一半部分呢 就去到這麼多啦 那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我的進度 不要介意我的外面速度啦 那那有些慢的 但是我會盡量會快一點點的啦 在這裡呢 就說聲不好意思啦 那因為我工作上比較繁忙 那我會努力一點去玩的啦 那那這次的影片呢 去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呢 記得按個讚 不然的話呢 你就會變成Anderman一樣的啦 你就會被我扣萬八血的啦 所以呢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啦